大家好,我是TopChina的Joyce老师,今天我会给大家讲把字句和被子句,把字句啊,和被子句经常让人困惑,我们来先看一下把字句,正常的结构,老师打开门,这是正常的句子结构, 如何变成把字句呢?先是看这个结构,甲,把,你怎么样了,或者是A,把,B,再加一个动词,这就是把字句的结构,那么如何转变把字句呢?先看A,是吧,A就是老师, 老师,看老师,把,这个B,就是英语,把B,把门,然后这是动词,就是把门打开,这就是中国的把字句,那么还看另一个例子,老师,打开,PPT, 看如何变成把字句呢?说明就是,A,把,B,然后再加动词,说明是,老师是A,然后PPT是B,老师把PPT打开,这就是把字句,那我们来看把字句的否定形式是什么样的呢? 先看,先看,先看黑板,先看黑板这个结构,要在前面加上no,这就是把字句的否定形式,比如说老师,还是这个例子,老师是不是有个no,没有,否定形式,没有, Follow,把门打开,这就是把字句的否定形式,是这样的,老师,再一个例子,比如说,这个是书,老师把书放在桌子上, 这是把字句,那么书呢?书是不是,书被老师放在桌子上,动词放在桌子上。 再比如说,这是把字句,这是被字句,再比如说,老师把水喝了,这是把字句。 那么这个水呢,说明水被老师喝了。 看,这就是被字句,以被夹怎么样了,是不是? 这个水是寿司主语,被老师给喝掉了,跟把字句不一样。 大家有区分开吗?把字句和被字句的不一样形式。 接着说明水没犯及的水没结婚,不一样音乐。 这就是把字句和音笔那儿发生了,不一样的。